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丹麥A隊對上日本A隊 目前比分是1比1 那這場比賽是BOW的比賽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選擇西班牙 丹麥這邊選西班牙這張圖 我不確定會不會有優勢 但我覺得西班牙來說團戰一直都是不弱的 畢竟有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城堡時代可以有效克制對方騎士跟駱駝 那基本上可以讓隊友活到城堡時代之後 帝王時代盡量選一些後期文明 可能會對他們隊伍來說會比較強勢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藍色 藍色是這個達達 那個達達也算是一個半後期文明 畢竟需要大量的馬功 還有這個火銀駱駝可以做使用 後面雀駛來說也是不錯用的一個單位 所以達達算是半後期文明 好 再來看一下這個青色 青色的話選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後期也是很強 這個王家四重 還有這個投資車 奴炮 裝車 所有的工程器減免 都有一個這個效果 所以斯拉夫後期可以打的戰術也是蠻多種的 貴族鐵器也可以打 也是大後期打起來比較舒服一點的一個單位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灰色 灰色是選擇了兇人 那兇人這個文明的話 我覺得他前期來說會稍微強一點 這個城堡時代的馬功 會比較強一點 畢竟他是不需要蓋房子 省下來的木頭都可以拿去種田 或是打一個快攻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兇人到了地後之後 會開始有點無力 他會因為這個科技上的限制 沒有火炮之類的一些問題 所以導致他在後期的表現 並不是那麼亮眼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一下 日本的一個選擇 那日本這邊選擇的是 橘色選擇庫曼 庫曼外加的話會有個問題 那個封建要不要開TC是個問題 但這張圖來說 如果開TC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對方快攻的話 其實也快不到哪裡去 所以這邊封建開TC的話 應該也是相當安全一些些 好 當然的話也是盡量去把自己家裡維持 也是對庫曼來說是一件好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是調盾了嘛 調盾了農田很便宜 再來就是他人滿了 這個近戰防律特別的高 這個騎士開起來有夠硬 好 但是調盾的遊俠是沒有跑速的 是有點半殘廢的狀態 所以這個遊俠要怎麼打也是個問題 那後期可以打一些 擊兵遊俠加火炮 工程器的鋼鐵甲 做個進攻來說是個不錯的 那我對於調盾的定義也算是偏後期文明 畢竟城堡時代容易推斷 追不上敵軍 造成進一步的損失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的話是有這個伯伯 那伯伯是選擇的話 可以打這個馬弓 應該是弱弓 那駱駝弓兵的話可以克制對方的馬弓 所以對方的打打西棒征服者 還有這個修弩 基本上強勢的單位都被 伯伯這邊弱弓給counter住了 那我們就要期待這邊弱弓能不能持續的發展 那黃色這位MAY玩家在上場選擇虛擇羅人 也是相當亮眼 那如果要需要看上場的話 我們片尾也會有這個上場的 上級的影片 可以去回播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紅色 那紅色的話是這個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火槍兵 後期有這個火炮術 可以讓自己的火炮射程非常的遠 那還有這個大肉馬也可以免費使用 不需要升級 即可送給你 那他黃金也是挖的蠻快的 所以在前期中期後期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就是不要打垃圾兵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就是這邊兩邊的文明選擇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日本A隊是拿下了一個文明上的優勢 基本上薄薄的弱弓就可以解決一切 那對面斯拉夫這個文明 也可以用其他文明去做counter 像這個酷曼的遊俠 那原理酷曼的遊俠是跑速非常快速的 對上空乘器也沒什麼問題 就算要去追對非用馬攻也是ok的 原理自己跑速快 馬攻也容易追得到 那我覺得日本A隊現在優勢極度 非常大 沒什麼太大弱點 他們只要不要在前期就被打炮就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對手也是這樣想 他們也是選擇一些偏後期的文明 所以兩邊都是想要偏打後期的狀況下 如果有人先開槍 有人先直接 打快攻 剛說完了 丹麥隊就殺了一村 真的有人前期就開槍 以上這個封建時代 刺猴的攻擊會變成5加0 會直接多兩攻 所以打村民會特別痛 所以你在外面去蓋圍牆的村民 特別小心被抓落單 這就是斯基帝國衛圍牆的一個細節處理 好 那丹麥三隻刺猴 兩隻刺猴 直接打日本的一隻刺猴 圍毆 但是日本這邊黃色還沒到封建時代 由於想要支撐關係 刺猴打對方刺猴血量打得非常少 因為只有三攻 直接少了快一倍的攻擊力 好 丹麥這邊的一個進攻成效不錯 那這邊終於有人上到封建時代 可以出長香病了 那這邊看起來丹麥隊 是要打一個正常的封建快攻20匹進攻 那只有一個人 灰色是直接要來直撐 那這邊如果匈奴打直撐的話 還是很有可能會打馬攻 但是如果這邊25匹直接直撐上 城堡時代的話 匈奴的話應該是會直接打馬攻 然後不開TC的路線 因為如果開TC的話 這個馬攻成形時間就變得更少一點了 這樣殺傷力其實會有點不太夠 所以我現在大膽預測 匈奴這邊上去也不會直接開TC 而是直接開馬攻開稿 那這樣子就不是日本的劇本了 那也不會是丹麥想要的劇本 他們可能在作單方式上有出現一點改變 那城堡時代這邊 西班牙有沒有出兵呢 有西班牙也出兵 這邊通常西班牙通常會打一個直層 上西班牙征服走 這邊也不演 直接封肩爆兵 開始要搞了 這邊爆的肉麻也是有夠多的 日本隊這邊要小心一點 日本隊這邊心態也是要想打一個後期的狀況 那這邊其實村民術一直被殺 這邊庫曼村民也是被直弱到剩32村 反正村民可以再多一點的 好那這邊其實圍得差不多 這張地圖有一個重點 就這邊實質路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他不能蓋圍牆這邊直接蓋到底 一定要這樣子圍 把自己圍起來一部分 然後還要特別注意 村民不能把這個木頭給挖穿 因為只要一挖穿的話 對手就可以入行進來 相當危險 好那這邊達達也是打一個快攻 哇全世界都快攻 然後只要一架是直接上直層 那這邊匈奴就可以選擇 這邊出馬供 前置射箭場 然後再蓋個BK 開始前期用頭車開閘對手 這也是匈奴的一個思考點 看匈奴要不要這樣打 因為匈奴現在其他三架都直接潛壓 現在缺個工程器單位而已 那如果匈奴直接打工程器的話也沒問題 但家裡這邊 挑盾也是有派刺頭到後方了 而且哇丹麥這邊是還沒回家的 後面都是門戶大開的狀況 雖然匈奴第一時間 我發現對手啦 因為他在家裡專心的 我沒有時間 沒有沒有不需要花時間去看前方 所以第一時間我看到 這邊通知隊友 但隊友這邊有在打前線的關係 直接被收掉了一村 哎呀 丹麥隊這邊小小的失誤 但是沒有關係 日本隊剛剛也是被收掉了一村 現在有點是55開了局面的感覺 村民術雖然日本隊會比較多一點 這是因為庫曼本身 封建時代可以開TC 你只要去除掉庫曼的村民術的話 其實兩邊經濟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日本隊非常慘 或是丹麥非常慘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邊有更多的 調盾的一個弱 這個刺猴過來 但是這個槍兵 捅的還是蠻痛的 好 那現在丹麥隊想要左右開攻 想要一直努力打進去 努力的用弓兵去騷擾這邊蓋圍牆的村民 哎呀 這邊沒空好 直接收掉了 哎呀 有點危險 哇 這邊我覺得再繼續打下去 哎呀 再11村我就知道 哇 這邊不行啊 庫曼 村民一直被收掉了 有點慘 好 這邊終於上到了城堡時代 土耳其這邊城堡時代順利上了上去 那這邊土耳其也可以直接以上程 打這個洛瑪 洛瑪開局 但是我覺得不太給力 我個人是不太推薦 土耳其上程打洛瑪的路線 偏爛 那還是打火槍兵或是直接開農 都是個選擇 好 那火槍兵的話也是要搭配一堆我的 卡布 才能繼續往前推 只靠火槍兵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對方 上城堡時代之後 騎士直接碾壓過去了 好 那目前丹麥A隊國藍匈奴 直接開了馬攻 但是馬攻的部分 並沒有直接前壓 還是有開了TC出來 那他的馬攻數量 可能就不會這麼多了 可能會稍微斷一下斷一下 就不是全力爆馬攻的路線了 好 那有可能他意識到 對方都已經為死了 也不太好繼續進攻 他們可能是有溝通好 丹麥A隊如果三個人前面封劍快攻 有打出洞 有明確的目標可以打的話 他就直接全部爆兵 去用這個馬攻折扣的優勢 去打出隊友的破洞 那目前日本隊防守來說還是不錯的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洞 可以讓他們直接鑽進去 開始打的關係 所以 匈奴這邊直接選擇開農 邊農邊出兵的一個做法 那可能 待會兒會有點稍微斷馬攻的一個狀況 因為這邊勢必 匈奴很容易會這個斷木 你看這個木頭開始沒有了 雖然黃金上現在還是夠的 好 那待會 匈奴這邊 數量來到十字馬攻 其實殺傷率就夠了 那他這樣雙射箭場上的話 待會兒 要殺這個大雪也是蠻難上的 大雪部分可能還是要稍微看一下狀況 馬攻還在出 OKOK 後方這邊 土耳其 這邊是決定打馬攻 那順帶一提 土耳其的馬攻也是相當厲害 血量最多的馬攻就是土耳其了 土耳其馬攻只要點下金罐之後 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跟這個騎士的血量差不多了 雖然騎士的血量還是明顯多很多 尤其是個遊俠 遊俠沒有品種的話可以到160滴血 有品種可以到180 整整塊要奪出這個 最多血量的馬攻 一倍的血量 那這就是基本上馬國的優勢 好那上方這邊 工兵有點抓到出來蓋TC的村民喔 哎呀日本隊這邊被抓了個正招 兩隻工兵直接開始輸出 這隻伺候也在無形開打 丹麥隊看來打仗土有練過喔 這邊有因對方的開出來 開木頭的村民有一定的了解 哇這邊村民直接被圖了四村 第五村可能也是南逃再劫 第六村也是沒問題 第七第八全部收掉沒問題 哇日本隊掐頭 土耳其這邊有點慘 馬攻雖然上剛剛拿到了一點優勢 但是匈奴的折扣馬攻的效果打了出來喔 開始馬攻往前送 但是這邊數量沒有第一時間把殘血收掉 所以導致這邊匈奴輸了第一發的攻擊喔 好那後方這邊洛攻也終於出來了 洛攻一出來整個戰場的格局會慢慢的改變喔 那匈奴這邊要四花再繼續爆馬攻也是個問題 繼續爆馬攻的話 對也是爆馬攻 這樣就有點難打了 好但是這邊打打選的是打攻兵喔 並不是打馬攻 馬攻部分他也沒有急著下 他有可能意識到對方是打一個洛攻的情況 自己出馬攻會被康可 但是如果是打攻兵的話 就不會被這個屬性康可到了 弱攻的話打攻兵的話 就是一般傷害了 就不會有額外傷害 就不會被康可這麼嚴重 這也是他們的責中方案之一喔 好那看起來單位隊的應對來說 算是比較有彈性一點的喔 並不是就是照著劇本打 這個劇本隨時可以變換喔 就是對於一個戰略遊戲來說 RTS遊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不會只有一個劇本喔 可以讓你直接打到職業選手 或是打到點尖天梯的玩家的一個方法 好一定要在這個戰況中喔 去調配出自己的適合戰術跟制定方案喔 才有可能拿下勝利喔 好那這邊目前波波也開出了提心 但是西班牙這邊也沒有打西班牙征服者 因為如果打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也是會被弱攻給康可 但是打騎士又不會啦 而且西班牙也是有遊俠的文明喔 對於內加來說的話 西班牙打遊俠的路線也是OK的 當然也是要把經濟爆起來 所以這邊他很努力在爆了 這邊後面的TC也是開了 開了一個 那這邊青色開比較多 3TC也直接開一下 那目前西班牙征服的路線不出的話 單純出騎士也是很好打的 這就是我說的丹麥的一個想法 是比較彈性一點的 這個很明顯 這個丹麥隊還是蠻聰明的 並不是這種三流隊伍喔 或者是比較業餘一點的隊伍喔 是真的有練過喔 有點接近職業隊伍的作戰方式喔 這真的是 不會比職業選手好遜色喔 丹麥A隊 難怪我覺得日本A隊打得有點辛苦的感覺喔 我覺得他們這個真的是有料 真的不是來亂的 好 那這邊藍色 打打 打打這邊 兩千八 喔分數其實很高 你看這邊丹麥A隊 這四位玩家的分數 其實都很相近喔 這個就是策略有執行到 而且沒有太大的經濟失誤喔 可以讓他一直保持爆這麼多冰 雙面也不會斷的情況下 然後又可以持續打下 所以就是職業選手 該有要的這個基本功喔 好 雖然他們好像也不是職業吧 現在感覺不是喔 好 那這邊馬功開始 數量開始有多了一些 那目前日本隊是打一個 除了其馬功加上博博弱功 那庫曼是選擇打一個駱駝路線喔 那騎士部分 庫曼也是有稍微粗一些喔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最關鍵的部分是 是條盾喔 條盾這邊要怎麼打四個問題 因為如果打騎士的話 可能會被封鎮 但是如果遇到對方打打出弓便 情況下也可以counter 那這邊目前還是對日本隊友有這個優勢喔 並不是說 丹麥隊這邊調配的好 就一定會贏喔 這邊條盾 騎士做到了很大的效果 直接把對手的弓便全部吃光 好那丹麥隊第一波的城堡進攻 應該會稍微告一段落了 那現在會變成 匈奴的一個主要 支持丹麥這邊的防守 進攻的一個主要工作 因為他是一個直層的一個打法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量會好一點 而且搭配這個折扣馬功 所以數量上也不會太遜色一些喔 欸還是可以擰壓到對手 對手會給他一點壓力在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相當關鍵的一件事情 欸但是後方西班牙直接過去爆後方的TC喔 這邊TC如果爆出來的話 後方的丹麥可能會慘遭毒手 這邊可能要趕快喔 拉一些士兵來過防守 然後這邊趕快把這個TC修了一下喔 再讓丹麥繼續躲進去喔 OK這邊丹麥就可以躲了 好那這邊有急死丹麥過來救援 走路的這個TC 打的還算是不錯的 只損失了一兩隻而已 好那正面的話 兇奴這邊大量的馬功直接逼退了對手 這邊 兔爾奇到地獄死在之前 馬功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因為這邊品種還沒有點效的關係喔 哇血量很少 只有50滴血而已 好那馬功趕快要補一下品種比較好 兔爾奇這邊有點忙 加里這邊外面喔 剛剛被抓包了 所以現在TC還沒開出來 恰頭有金 喔有啦開這邊 經濟剛剛稍微有被弄到一些的關係喔 所以下次分出最後一名 2900分而已 日本最強的玩家 感覺一直被針對喔 剛剛擅長也是喔 這場也是的感覺 但是也是因為丹麥的這個執行策略喔 執行的好的關係喔 所以日本隊也是一直被重創到 那日本這邊也是喔 蠻會打後期的 那我就蠻後期 日本隊後期可以再扳回一城喔 好那丹麥這邊也算是蠻全面的喔 他們前中後期都蠻強的 日本隊是前期稍微有點尷尬喔 這兩場看起來都是 前期比較稍微弱一些些喔 但是後期來說的話 日本 還是有機會打了回來的喔 並不是說完全沒機會了 我覺得這兩隊實力其實蠻旗鼓相當的喔 並不是說 哪一方比較強 哪一邊比較弱的一個問題喔 感覺上是沒有感覺到的 好 丹麥這邊的話也是蠻穩定的 而且你看這個丹麥真的是 村民樹真的很穩 340村喔 好 那日本這邊的話村民樹稍微是差了一些些 日本 就是我說的這個日本前期的問題 就會有這個狀況 好 OK這邊馬公在稍微要操作 打到這邊 那邊 魔兵有母子環的加成 這邊打打一向城堡時代 就有免費的母子環喔 所以狗兵射出騎士很快速的 但是一刀大量的一個 條盾的騎士喔 後方這邊西彈喔 欸西彈過來拯救一下 OK 稍微拯救了一下 打打魔兵喔 但是後方弱宮也來支援 必須時間加入戰場 但是日本隊的騎兵 基本上是沒有了 好 但是弱宮也不敢直接冒然繼續輸出 因為沒有肉蹲打 直接損傷到這裡弱宮也是蠻傷的 好 托爾7敲透這邊也直接到了前線 想要來騷擾 但是依舊品種還沒有點下喔 這裡可能要稍微危險 啊終於 剛講完你就點了 啊 少該點了是不是 不點你還要去騷擾 很容易就送光了 好 不過這邊弱宮也是還沒有點下品種 那為什麼馬公這麼難成形 原來就是這樣子喔 你要點品種還要點跑速 還要再去點這個 點這個母子環 還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導致弱宮投資成本有點偏高 但是你自己點下去之後 馬公確實也是一個 非常難產的一個存在 好 那這邊 出滿 有大量的這個 落魄加騎士的組合 那條盾這邊稍微有點長 經濟一直沒有拉起來的感覺 這個條盾 經濟有點稍微落後一點點 這邊聰明書是倒數第二名 好 日本對這邊 結果黃色 伯伯也是喔 伯伯經濟也蠻慘 可是伯伯經濟會慘是因為他蓋城堡 挖石頭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不能算慘 我想說他這個經濟應該還是不錯的 原落宮來說 需要一點城堡 挖石頭去 所以才會經濟差了一些些 好 那這邊 看伯伯終於有了品種 但是遇到大量的馬供 你看這個 匈奴的馬供數量很明顯喔 有這個優勢在的 好 到了帝龍時代的匈奴之後 要怎麼繼續打呢 到了帝龍時代之後 匈奴有這個八折優惠喔 現在是九折而已 好 這邊直接被抓包 斯拉夫直接騎士爆抓個一波 那斯拉夫到了帝龍時代的話 騎士也只有重裝騎士可以打 那就要考慮一下 斯拉夫要不要轉這個 貴族鐵器 就可以有效抵抗對方騎士進攻喔 但是還是蠻怕劍屎 弱攻還是可以對貴族鐵器造成大量傷害 那日本隊現在勃勃這邊馬供進攻 造成了丹麥隊的一些村民損傷 村民是一點持平了 396對396 那這邊丹麥隊稍微有點慘 直接西班被逼到家裡 日本隊這邊利用對方上帝龍時代的一個時間 直接打了一個 前壓喔 這邊前壓打得還不錯 打這個升級timing點真的是關鍵喔 你只要能抓到對方升級時間喔 你稍微也可以觀察到 對方的兵開始變少 一直在往後撤的時候 你就可以意識到 對方應該是在升級 那這個時候 即使你沒有點帝龍時代 直接前壓一波的話 就很容易傷到丁忌了 那這個打法的話 才是阿拉伯比較常出現的打法 就是一個便宜的思維戰術 那日本這邊也是確實掌握住喔 日本隊現在只有一個人可以點帝龍 但是對手基本上是全部都點了 全部都上帝龍時代了 那日本隊一定是也是有感受到這一點細節的 所以才進行了這一波前壓 那他們也知道 這一波前壓也不能太照鏡喔 只要讓對手上到帝龍時代之後 三分後 基本上三級射、強弩、重龍騎士都會升級好 所以他們即時撤出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直接反爆喔 好啦這邊升級好了 但是還好現在他們已經 基本上退到家裡附近了 接下來再繼續撤退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守住的 好那這邊 接下來日本隊三加直接點上了這個帝龍時代了 那這邊帝龍時代點下之後 還是要需要爭取一點實力喔 現在日本就是變成剛剛的丹麥喔 所以現在他們只能繼續往後撤 那丹麥A隊也是知道這個道理的 我知道你們在升級 這邊就可以繼續做前壓了 反正你們這張地圖是全部門戶大開 只要對方家裡沒有太多的兵或城堡助手的話 還是可以打到很多東西的 好大麥這邊直接分了蠻多隊伍的喔 但這邊上坡的一個弱攻打擊傷害還是很痛喔 好相防這一隊直接被繞了過去 哎呀這邊酷漫村民要被再塗了一波 騎士過來打也打不太贏喔 對面是重裝騎士還有三防 血量高達140滴血 哇這邊村民又被塗了 很慘很慘 大麥對著村民直接反撐日本 日本這邊也有在努力想要去騷擾 但是這邊馬攻機動器實在太好 而且已經升級到重裝馬攻了 攻擊一次7加4的一個能力 打騎士的常識非常好的 這波騷擾讓日本有點尷尬 但是弱攻直接上高地防守 哇攻擊這個匈奴的血量非常快速啊 真不愧是馬攻克星 勃勃攻騎兵 城堡打帝王也是easy easy的 下方這邊果然被對方騎士爆 待會遊俠有來出來的話 就會很難受了 基本上庫曼已經被打殘了 被打殘的情況下 遊俠可能會很難點出來 重裝騎士可能要跟對方打一陣子 好那這邊打打也就會轉出自己的馬攻了 馬攻出來也比較好 免費的拇指環 但是庫曼這邊節節敗退 只能往後撤 那現在上面三加要直接爆傳 雖然能守住 但是下方這邊卻沒有人領庫曼 庫曼一個人在打三加的感覺 打斯拉夫還有打打 還有這個西班牙 哇一挑三 很猛 打打這邊稍微秀一下操作 我覺得日本這邊有點慘 然後感覺日本有點不太OK 又跟上場比賽有點像了 就是日本他們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到了這個城帝王初期的時候會有點弱 然後這個城出 這個爆兵也爆太多 然後打不到東西的一個問題 感覺日本隊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問題 因為我覺得正常來說不應該這樣子 就是同一個錯誤一直同樣辦 雖然我覺得日本對他們應該也是知道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這個問題應該他們應該會更早可以解決才是 但我覺得也有一部分是因為單賣A隊真的太強了 他們對這個遊戲理解可能比日本又更好上一點 日本最大的一個問題應該是經驗上 因為日本隊沒有太多這個太多人在玩世紀帝國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經驗上跟這個資訊上的獲得 可能會比其他國家的玩家 包圍差了一點 我看到很多日本的一些世紀帝國攻略 大部分都是同一兩個人血 所以他們的一些戰術跟一些知識的經驗傳授的部分來說 大部分都是同一個人的打法 雖然他們的打法都會很相似 這就是一個日本現在團隊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日本隊之後如果有更多人來玩世紀帝國的話 他們的戰術可能還會在經驗國的核心喔 那目前 條盾上邊 上帝龍時代 中期視野點 三級防野點 但基本上日本隊已經沒有呼吸打錯了 GG 哇 果然 你要把日本撐到大後期的話 基本上就是沒機會了 這跟我的分析跟上一場有點相近耶 真的是日本不應該這樣打的 那我覺得也是丹麥A隊這邊策略喔 就是跟我開頭講的一樣 他們並沒有想要打大後期喔 城堡時代跟封建時代就很積極在進攻了 那日本這邊很明顯就是要想要打後期喔 但是這邊丹麥A隊也知道不能跟他打後期 這邊直接爆出大量軍隊一直瘋狂潛壓喔 這也是丹麥A隊的一個執行策略上的一個大優 那我這邊是多講一些戰術啦 那基本上的文明列優勢的話真的是參考 好 那這邊看起來丹麥A隊 哇 這邊經濟非常的好 每一隊分數都差不多 你看這邊細節 細節 光看積極分數就知道 丹麥A隊的基本攻速度很扎實喔 那也不能說日本A隊基本攻就不扎實喔 只是單純他們的戰術策略上 剛好被丹麥A隊給抓到了 或是抓到他們的心裡 所以導致日本A隊以為是要打大後期喔 然後結果在前面開農喔 有點太疏忽 出乎意料之外喔 對手居然不是一個大暴農打後期的 而是一直在瘋狂進攻喔 有點打亂了日本A隊的節奏 而且是剛剛恰逗要出去外面蓋梯梯的時候 這個打打的奴兵跟這個綠色西班牙的刺頭 直接躲在上面墓區喔 這個就是很明顯 丹麥A隊有這個戰術上的一個自訂想法 他們已經抓到日本A隊的心裡了 就很容易做出一個重點打擊的一個問題 這也是丹麥A隊厲害的地方 好啦 那我們進入第四場的比賽 目前丹麥是2比1對上日本 好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場比賽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丹麥A隊 對上日本隊第四場比賽喔 目前是丹麥A隊領先2分 那日本A隊只拿下了1分喔 那這場是團隊島嶼喔 團隊島嶼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選擇文明吧 好 那灰色孟佳人 孟佳人海戰的部分喔 這個船艦會自動回血喔 在這個中後期打架的時候一直回血喔 如果打到沒木頭的情況下 有這個一定的優勢在 那我覺得孟佳在西英的文明來說地圖 不一定不會說太弱 我覺得孟佳來說 競技場啊或海戰喔 都有一個不錯的發揮喔 好 再來看一下青色 那青色是越南人喔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喔 是挖木頭 或這個挖黃金喔 有黃金可以用 但是這個黃金也是慢慢跳的 也不是非常多 那越南人打海戰的部分 我覺得並不會有什麼太多的特色出現喔 那越南的話 他有這個帝王戰矛用 但帝王戰矛在海戰來說 也不是特別明顯的好用 所以不確定 越南人在 團隊導演來說 會不會有優勢喔 好 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印加人喔 印加人的話 其實南美洲三國的海戰都是偏爛的喔 所以我覺得印加這邊選的 是不是 是不是這場就是又要來送的意思啊 有點像喔 好 那就來看一下這個藍色 藍色是維金人 維金人會有維金大戰船可以用 但是他的出場率喔 並不高 因為他在城堡時代才可以生產維金戰船 風箭時代還是要生產戰船 而且維金人他也沒有火戰船可以用 所以維金人來說 並不是會特別搶 不是特別弱啊 因為他基本上經濟本身會搶上一些 如果只出戰船的話也沒什麼問題喔 這就是維金人的一個特色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 薩拉森人 那薩拉森人的話 昨天喔 還是前天的這個比賽喔 我把薩拉森說到 沒什麼太大海上優勢喔 那我要跟各位講聲抱歉喔 因為我忘記了這個薩拉森喔 這個奴炮戰船的 這個戰船的系的 攻擊力20%的攻速加成 那這個確實會影響海戰的一個優勢喔 那我覺得這個海戰影響優勢也算是蠻大的 這20% 但是薩拉森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這個經濟上來說 他不太容易爆出 跟對方同等量的戰船數量 反而可能會比對手 戰船數快少上一些些喔 所以薩拉森來說 我並不是很樂觀喔 即使有這個20%的這個攻速加成喔 也是要到了城堡時代後 或是帝王時代後期喔 這個攻速加成的效果 才會比較顯現的明顯一點喔 因為基本上他要勉強打贏對手的數量的話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喔 尤其是像這種圍巾有經濟加成的一個狀況喔 才比較容易 應該說是圍巾前期會比較有優勢一點喔 那中後期來說薩拉森就會有優勢喔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紫色喔 紫色是阿茲特克阿 阿茲特克也是南美中老英國的 那老英國來打海戰喔 可能就是要打登陸戰了吧 所以硬家應該也是要來打登陸 登陸的一個主題喔 這個老英飛阿 或者是打這個槍兵隊長 但我覺得槍兵隊長也不是太好用 打老英飛的可能性更高一點 那阿茲特克的話會比英甲好上一點喔 因為阿茲本身經濟來說就是不錯的 打海的話也不是說非常弱 因為他這個海上有這個經濟 就不是海上經濟優勢 是他陸地上這個經濟優勢就已經很大了 所以自然這個海戰就不會爛到哪裡去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蒙古 蒙古我們也有講過 在海戰來說 特色來說並不是特別強 有算是普普通通喔 而且沒有經濟加成 但是如果打登陸戰的話就很強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Chart Chart這邊是選的義大利喔 義大利的最大特色是 這個大學跟碼頭的科技是減33%的成本喔 但是其實碼頭的科技來說本來就不貴喔 不像一般路幣單位什麼 頭車阿 或是衝車升級 或是寶兵的升級喔 所以耗費這個大量資源喔 那碼頭來說的話 最貴的應該就是經濟火炮戰團的升級 應該是最貴的吧 還有這個造船員這兩個科技喔 那除此之外義大利本身我覺得 打海戰並不會有太大的強勢之處喔 就是有這個費用減免的部分 讓他比較有這個快速優勢喔 補出這個需要的科技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發展吧 因為畢竟斯汀利古喔 那個說優劣勢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意義喔 因為畢竟這個戰場是瞬息萬化喔 瞬息變化很大喔 雖然你說現在被Counter就一定輸嘛 也不一定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比賽喔 不能講得太斷言喔 說誰爛誰強 這個太直白了 這個戰術才是一切喔 這就是RTS最好看的地方 你看到這個 哇這個文明Counter 結果被Counter那個還打贏喔 像我們這個法蘭克 最近也常打印度斯坦喔 這個就是這遊戲好看的地方 好那阿茲特克這邊是打一個登陸戰 是兩個都打嗎 沒有一個打而已 但是這邊印家已經看到 怎麼有運輸船 那這邊應該新制度 哇這邊阿茲做的不太好 這邊直接洩漏了喔 這邊直接被藍色抓爆 哇你果然打登陸喔 這邊老鷹都已經上來了 好那這邊是上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開始打這個登陸戰 但是這邊鷹刺頭先送掉就不太好 這邊日本隊有點小小失誤喔 老鷹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送掉的 這邊送掉的話 就不能去探對方的一個資源點的一個狀況 那伐木區阿金光區在哪裡喔 因為如果你可以事先提前知道這些 資源重點的一個位置 待會騷擾的話就會更有殺傷力了 那現在這邊你一登陸 對方就馬上知道了 那待會對方也會一直出槍兵跟肉馬 過來做反擊或是防守 當然對方出兵的話 勢必會傷到他們的海域上的經濟 他們可能會海上打說 如果出兵的人出了太多的話會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只有一國在出防守的話 有可能喔 日本A隊喔 直接用阿茲的這個登陸戰喔 直接影響到一家或兩家的經濟喔 這是有可能 好結果現在印加這邊也是登陸了是不是 哇果然印加也是打登陸喔 哇這被我預測中了 確實喔 南美洲老英國打海戰本來就不強 因為他們的海上的一個科技 並不是那麼完善的 但是打登陸戰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但是印加跟阿茲比起來的話 印加經濟是 南美洲三國裡面喔 經濟最差的文明 所以他們打強軍事的話可能會好一點喔 不要跟對方打農的 那本身經濟就不強的話 軍隊也不會太多 所以印加這邊可能比較容易被守下來 好但是這邊除了印加一個人上島之外 這邊還派了兩隻刺頭上來一起砍 哇太狠了 越南這邊也有幫忙儲兵打 那海戰部分我就不確定 丹曼艾隊會不會有能打的一個問題 好這邊直接拉村民去扁掉一隻工兵喔 但是這邊有兩隻刺頭 顯然還是很多 喔是三隻耶 其實數量有點多喔 完蛋了 蒙古這邊有過來營救 但是刺頭數量還不是非常多喔 好這邊呢就有個反打 但是阿茲這邊直接殺到TC下 欸這邊是沒有控好喔 這個沒控喔 趕快幹一隻羊頭走 哈哈哈哈 羊頭直接被幹走啦 印加的羊頭 哇這邊印加直接登陸戰就算了 家裡還被燒了喔 現在一個頭兩個大喔 現在要專心燒了也有點困難了 好 那這邊阿茲蠻誇張的喔 你這邊打登陸戰還在那邊補 呵呵呵呵 這就是高手 那目前印加也是狂往阿茲家裡打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喔 登陸戰打登陸的人喔 但是這邊越南有幫忙喔 出出的刺頭一直登陸 就是有出這個登陸村民喔 上面蓋這個馬舅 所以這刺頭也會不永不絕的一直補上來 對現在其實阿茲在一個人打兩架 但是其他的隊友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可以盡量的捕魚喔 或出戰團去攻擊對手 但是阿茲這邊經濟有點被殺的有點慘 村民只剩28村 那其他隊友村民數都有38村喔 這包含是捕魚魚船的數量 好那這邊攻兵數量其實很多這個劍塔 就算蓋起來也會損失一些村民 哇這邊直接死了山村喔 但是這邊劍塔也是蓋好兩邊對射 但是現在目前印加加留這個村民上的優勢的關係 所以這邊就算蓋起來很有可能喔 還是會直接被射掉 那這邊阿茲可能要再想辦法 之後繼續做一個進攻的動作 那目前阿茲的一個經濟狀況其實不太好 即使有魚船的這個捕魚的經濟補陣喔 但是其實肉量還是有點不太夠的 如果他要再繼續騷擾的話 待會還是要再繼續補下更多的這個經濟喔 木頭要多一點喔 黃金也是喔 那最好再下個4級喔 再用這個經濟調配喔 才有可能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好那目前維京跟薩拉森 做一個對抗喔 欸當然薩拉森這邊戰艦比較多耶 是怎麼一回事啊 才剛說完那薩拉森這邊戰艦可能會打輸維京啦 結果維京戰技輸人家 是阿茲給到的壓力嗎 但我看維京這邊前期也沒被騷擾到很多的感覺 還是他這邊有失誤喔 送掉了一些 好這邊戰艦其實數量差不多了 喔這邊有薩拉森難道是有靠買賣嗎 唉唷看起來有點像喔 因為薩拉森如果用4級買賣的話 這個數量戰艦可能就可以補陣喔 畢竟薩拉森是不是需要靠到這個買賣來的話 才會有這個明顯的經濟加成 好那薩拉森這邊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那維京這邊還沒有點喔 哇沒想到上城堡時代的居然是薩拉森 而不是維京喔 那薩拉森這邊的漁船都還在喔 那看起來好像是日本最痛擊的維京的漁船喔 所以導致維京的經濟不太好 那我不太確定是什麼情況喔 是讓維京經濟變慘的原因喔 看起來是有點問題在的喔 那這邊上到城堡時代的薩拉森有這個奴炮戰船 就會非常強勢 好那這邊村民呢直接還在一起互打 這邊可能還是要按個插個箭塔之類的比較好 這邊不插箭塔一直被騷擾 我覺得對阿茲特克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前面也是做到很多事情喔 這個大量的工兵一直在做騷擾 而且這邊還有軍營喔 可以製造這個鷹刺齁 來反制一下對面的毛兵 好那看一下左邊喔 左邊這邊上到城堡時代的意大利人 鹿炮戰船也早就已經出來了 後方有拉幾艘戰船直接去直逼後方 越南的一個捕魚喔 這樣越南在前線蓋刺口的一個肉量就會被消減了 就可以有效抵抗隊友 對手了 那這邊蒙古是有出兵做幫忙喔 也不是沒做事 但是蒙古這邊肉麻要有優勢的話 要到這個城堡時代喔 封城堡時代之後有這個清洗兵升級喔 才會增加這個赤火的血量30%的加成 所以目前我覺得要趕快點一下城堡時代會比較好 那這邊是選擇點了品種 要來立即去阻擋對手的一個進攻喔 所以才會這樣打 喔日本原來有出漁船喔 喔不是日本 圍巾 但是感覺圍巾已經垮了耶 這邊圍巾打的偏殘喔 怎麼感覺圍巾這邊的實力怪怪的啊 怎麼感覺 控的不是很好 這邊他們是否放局嗎 這個圍巾感覺有點拆拆的耶 這個基本公司沒做好啊 但戰船一直有在控 那還行 可能他專心在太控這個戰船喔 這邊村民發財七七四十九天喔 還在發財 好那印加這邊跟阿茲特克爾也是繼續在互相傷害 那家裡的部分一直在被騷擾 阿茲村民在二十九村左右徘徊 非常的難受 好那越南這邊也是肉麻出太多的關係喔 到現在才點下城堡時代升級喔 也快引發好了 那目前看起來一到城堡時代 我覺得阿茲這邊會很慘喔 大衛騎士一出來之後 就再也不能用村民隊去反倒 村民這邊再繼續打的話 可能會再繼續損失更多 我不確定為什麼日本A隊這邊 紫色玩家不趕快讀完一些槍兵喔 然後下個劍塔 防守來說就已經有綽綽有餘了 有可能是前面查這根塔投資的關係喔 他只想把塔投資在對手家裡 而不是在自己家 這個有點太硬要了 日本隊友的時候會很硬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感覺還是蠻有效的 因為目前隊友薩拉勝也打出了優勢喔 這個奴炮戰船20%的攻速加成喔 確實有點效果 只要數量跟對方持品喔 這個傷害20%就會很多了 但是左邊開始慢慢被打回來 日本隊感覺經濟還算不錯的喔 現在有一個30川左右的領先 由於丹麥隊已經沒有漁船上的優勢了 後方基本上被燒得一干二進了 後面也都是Chart他們的戰船 他們今天放棄補海了 那這邊阿茲直接慢慢往上走 這邊工兵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感覺 但是阿茲家裡越來越慘 騎士開始要來了 但是這邊有長相兵 長相兵第一時間也沒做反擊 這邊沒有空好一直在移動沒有在攻擊 變錯了一下而已 這邊戰船出來也直接被殲滅掉 看起來圍巾涼了 圍巾涼了就算了 這邊工兵也做到一點事情 這邊有TC的關係喔 剛剛收穿有收掉兩隻工兵 那只要讓圍巾涼收穿的話 這邊阿茲的目的就做到了 能不能燒阿茲是其次喔 重點是要讓對方收穿 蒙古也終於上到了城堡時代 可以出一些駱駝來反制喔 但是如果現在出駱駝的話 硬家的工兵是有點難處理的 這邊用刺猴去處理工兵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硬家也點下城堡時代 阿茲要點城堡時代 那阿茲要點城堡時代非常困難的 家裡一直有騎士在繞 讓他沒辦法好好的種田跟挖黃金喔 所以阿茲這邊再繼續用使命燒了 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至少要換掉一家 那圍巾確實有點被半換掉的感覺喔 這邊還被鎖金喔 那後方的漁船也被全部燒光了 戰艦部分也完全打輸薩拉森 那目前左邊的戰艦狀況呢 是日本稍微落後一些喔 因為孟加拉這邊的船艦會慢慢回血 那我們剛剛前面上個比賽有講過 192游侠會搶的原因是因為 活著人才有輸出喔 那孟加拉會一直回血喔 那就會大大增加他的生存率啦 好 那這邊戰船一樣繼續再繞 後方這邊 欸這邊怎麼有一艘 丹麥的圍巾戰船在打這個漁船 我還記得有沒有發現呢 好 那島上的戰鬥 蒙古都明明爆出了這個騎士喔 好騎士數量一躲起來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不管是打工兵啊打對方騎士喔 都算是一個五五開始局面喔 至少不會遇到 出這個草原騎兵 然後遇到對方的工兵 直接被射爆的一個情況 但是有一個情況是 當蒙古的肉夠多的情況 肉黃金很少 就可以考慮出草原騎兵喔 那看起來是蒙古的黃金 數量目前還是夠的狀況喔 這邊大爆挖黃金喔 十二人挖金那一定夠出騎士喔 那沒事 那也不用去出草原騎兵喔 好像騎兵是自己黃金沒有那麼多人配的時候 才打的一件事情喔 通常是這樣啦 當然也不是一定每次都是這樣子 即時戰略遊戲 就是根據戰場情況上去做調動的 那感覺目前單賣隊一直被嚴重打壓 後方經濟其實有點慘 好村民數 損失了 大概差不多差了一塊 30村左右 但這也不是完全都是村民喔 漁船的部分也是算在村民裡面 所以目前其實實際看起來 雖然日本隊友經濟上的優勢喔 但實際上有沒有贏太多 也不太確定 可能是小勝一些喔 畢竟漁船能活著 可以繼續捕魚就很賺 這邊還有在補 好 好 那阿茲這邊騷擾感覺已經到了尾聲了 這個島上進攻應該告一段落 我已經可以開始慢慢回去種田了 那這個工兵也要處理掉了 好 待會就要看一下 後續的發展 那我覺得阿茲這邊可能短時間內是不會再復活了 這邊可能要趕快先鑽新龍 然後把家裡稍微鎖死一下 短出大當經濟之後 這邊先靠隊友的戰艦撐戰場 撐場一下 然後待會到地龍時代 經濟農回來之後再繼續進攻會比較好 然後這段時間就要靠蒙古 去防守登陸戰的一個防守 會比較好一點 而其他左右兩家紅色跟橘色 就專門打海戰就OK了 那基本上丹麥一隊已經放棄海戰的感覺了 這邊對手的戰艦 已經要被處理得一乾二進了 灰色的戰艦越來越少 雖然剛剛孟加拉的船艦上的數量優勢 但這邊直接被薩拉森加上恰特的 意大利的戰艦 直接連手 直接持掉對手的全部戰艦了 正面主力艦只剩下13艘 數量偏少 但這個戰艦還是可以繼續回血的 但就要看一下要不要打拖延戰術了 但是如果打拖延戰術的話 看到港口已經被封鎖的情況下 很容易在繼續支持 也不是支持喔 繼續支援自己的主力戰艦的一個數量 這個就是薩拉森 不是薩拉森啊 孟加拉要面對的問題 要砌碼頭呢 還是往後蓋城堡呢 這個都是孟加拉去思考的一個問題點 後方還是有少量的一個戰艦 去一個圍倒倒行的動作 海岸邊基本上 沒辦法去做一個好好的 補魚動作或是生產戰艦 這邊就要趕快趁後檔 後面趕快補這個碼頭 才有機會把這個海給打回來 越南這邊本來前期沒有打戰船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3TC開下 後面碼頭也開始在生產戰艦的部分了 升到地龍時代的恰頭 已經升下了奴炮戰船升級 這個叫什麼 縱形奴炮戰船 這個威力會再更上一層樓 然後三級射一點下了 那如果打戰船的話 記得這個射程要記得點 這個基本上是走的這個工兵科技 這邊騎士總可以把阿滋的艦場給拔掉了 那阿滋終於經濟也上了正軌 經濟開始好轉的起來 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也沒有馬上開一下TC 可是很穩穩的 有點像這個輪走技術 那感覺是要做第二波進攻吧 哇果然 城堡時代打生鋁戰 生頭嗎 長槍兵 生鋁 然後加上投石車 經典的直層的生頭戰術 那生頭來說的話 比較適合的是阿滋特克跟薩爾特人 這兩個文明 因為薩爾特人的話是這個投石車 攻擊速度快之外 本身挖木頭速度也快 所以可以照出大量投車 這方面還有這個長槍兵 有這個加成 移動速度比較快 可以防守住這個生鋁 還有投車的一個重點 那阿滋的話也是類似 阿滋的話是血量比較多 生鋁的話血量很多 等一下這個神聖的思想 直接加20滴血 每點一個生鋁科技好 再多5滴血 到了這個帝王時代 後期可以高達95滴血的生鋁血量 如果你真的那麼無聊的話 把這個生鋁的科技全點 就可以 結果圍巾打這個圍巾大戰船 頗尷尬 一出來就被殲滅 雖然圍巾上到帝王 但我覺得他這時候出圍巾大戰船 好像沒有特別太大的優勢的感覺 而且他這個碼頭蓋的位置 我覺得不夠OK 他居然蓋在前線 雖然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就是要前線直接蓋碼頭 然後直接出戰船 去把這個中間的海峽給掌握下來 打登陸戰比較輕鬆 這個想法我是能理解 但這樣會有個問題 你的戰船會很難集結起來 就像這樣子 你一直被壓著打碼頭 然後圍巾大戰船一出來 基本上也是被收掉 除非可以像這樣子 左邊上面這邊 開始擠出圍巾大戰船 才有開始慢慢有反擊的可能性 所以在那之前 基本上一出來 圍巾戰船就是出來送的 圍巾大戰船被打也是很痛 所以為什麼現在 圍巾大戰船 沒有那麼多人會用 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他都已經精銳了 還打成這樣子 可憐啊 數量要起來才是重點 好 目前 恰頭這邊 重視圍巾大戰船已經好了 後方越南這邊想要一起打海戰 但是也是被封鎖了港口 後方這邊有非常大量戰艦 這邊是要來支援圍巾的 但圍巾這邊碼頭被鎖死的狀況 要再打回來其實有點困難 那目前日本對這邊 感覺海戰拿到了一個巨大的優勢了 那目前森旅戰這邊進攻 感覺也是不錯 但是對方直接很果斷騎了一個城堡 所以阿茲只能果斷 往另外加做進攻 這邊上方也有城堡 兩個城堡直接騎了 那這邊感覺去打這個綠色 或者是圍巾都可以 那投資車還沒有照 這邊可能要直接去被人家蓋BK 那修道運可能要再重蓋一次 但是還好阿茲這邊沒有那麼魯莽 直接3TC開農 沒有單TC打這個生頭戰術 因為生頭的話很耗資源 雖然直層單TC打也是有威力 但是因為那個timing點打才有威力 現在這是什麼時代了對不對 40分鐘喔 大多都上帝王時代了 你還在單TC生頭直層打 那肯定是被對方遊俠打成白癡的 那日本A隊也是有意識到 不能這樣單純打 還是要慢慢轉出一些經濟 這個就比較穩健一點了 並不是無腦了 那這邊灰色 孟加拉加上青蛇 越南的戰艦全部往右派 想要先把右邊打回去 然後讓右邊有這個登陸的可能性 那但是這邊恰特的戰艦 直接到了後方 沒有第一時間去支援右側殺阿盛的戰艦 那這是日本常有的溝通上的問題 雖然這邊他是想要全進海岸封鎖 雙方很單純 但是他沒有意識到 對手也是蠻精巧的 三國戰艦直接圍攻薩拉森 但薩拉森利用自己的 沒有被殺的到經濟關係 帝王時代分數也是最高 融化彈層數量一起來之後 再加上20%攻速加成 還是蠻能抵抗對手的一個進攻喔 雖然這個圍禁大戰層數量開始變多了 這樣一直射下去的話 其實還是有點痛 看起來阿茲這邊可以再繼續做進攻喔 這邊躲掉城堡的射程 就可以稍微打一下 但這邊不知道有一個城堡 這邊繼續往上走吧 往左走好像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阿茲現在不做事喔 只要讓對手知道你有打登陸 就會讓對方起到一個警戒的作用 這邊直接登陸蓋城堡 恰特這邊決定不延了 這裡不打一個純海戰 還要直接打一個登陸戰 那這邊義大利的話 打登陸戰還可以打這個傭兵喔 那傭兵的話 好處是不太需要研發 就可以有用了 一個極戰力的步兵單位喔 那我不確定他會不會打這個傭兵路線 如果我是恰特的話 我就會想要打傭兵喔 傭兵是很香的 那除此之外 日本已經開始要在島上 開始展開自己的貿易路線了 好那這邊上到帝王時代 最慢的並不是阿茲喔 這邊目前 緬甸 不是緬甸 這個丹麥 丹麥還有兩國 還沒上到帝王時代喔 那目前 印加也是打一個前期快攻關係喔 到這個時間點喔 經濟也是有點慘 但是越南這邊已經爆出大量的輕騎兵來防守 導致這邊 這邊印加直接 可以來這邊蓋城堡 因為這個輕騎兵直接把對方阿茲的森柳全部吃光了 看起來是這樣子喔 但是後方直接起了三個城堡 喔 這邊是全世界都來一起登陸嗎 這邊城堡蓋好會來打什麼 蒙古圖祭有了 有料 這個有料 好那恰好這邊環繞 環繞對方的後方海域之後 終於來到右邊戰場 來跟薩拉盛的戰船入一會合 一會合之後就完全殲滅掉了 維京戰船們的一個集結了 那維京戰船要再次集結的話就有點困難了 雖然維京戰船的一個數值是7加3喔 射程上來說是奴號戰船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血量呢 是稍微差5低的 但是優勢是箭矢數量很多 但是奴號戰船是移動速度比較快的 維京戰船其實沒那麼快 只有1.5而已 那如果可以盡量用這個甩尾去射的話 可能會有點優勢 這是有可能而已 所以我覺得維京大戰船現在沒人要出雲 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今天只要跑輸對手 這方戰船直接硬A上來 還是容易打輸的 好了 那丹麥對這邊直接打出了GG 那維京這邊問題也是蠻大的 一直無法集結 我覺得薩拉森這邊也是打得很好 這個經濟怎麼爆起來的 有點沒有看太清楚 感覺是有點靠一點買賣 那邊沒有時間看有沒有買賣 因為這邊前面打太精彩 阿茲這邊也上到帝王時代 那中間這邊登陸戰也是差不多 這邊阿茲直接打傭兵 確實傭兵是很難產的一件事情 阿茲打傭兵 這邊也是打傭兵 全世界都打傭兵 可以 傭兵就是這麼好用 靠傭兵一出來之後 丹麥對陸地上其實沒什麼單位 要防守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直接打出了GG 那我們恭喜日本隊拿到了2比2的一個戰績 那最後一戰不知道路死誰手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中場局的一個最後的比賽吧 好的那遊戲時間來到了2比2 日本A隊2分 對上丹麥2分的一個終局之戰 因為這場比賽是Bow 誰拿下三勝 就可以獲得晉級的資格 那目前日本這邊選擇的是 柏根蒂 柏根蒂這張圖 為妙 因為柏根蒂的話 算是比較需要撐到帝龍時代 但這張圖的話 很容易在前期就開打 有點像是阿拉伯那種硬的 但阿拉伯在柏根蒂來說也算是薄弱的 畢竟城堡時代有這個重裝騎士 所以撐到城堡之後 應該就是日本他們的一個主動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隊友是Cata紅色 除了這個達魯P圖 那達魯P圖在海上的方面算是比較有優勢 在這張圖是有點像四虎一樣的感覺 那四虎這張圖的話 他雖然捕魚上有優勢 但是如果要手下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對手也是可以慢慢偷渡進來 陸地上來說的話 達魯P圖並沒有什麼太大強勢的地方 只有這個象弓 象弓的話還有這個戰毛病的攻速加成 基本上達魯P圖前期來說會比較酷的 比較不舒服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是瑪麗 瑪麗的話生成清光效果不錯 黃金可以挖很久 如果中間這塊金礦區沒有搶下 用自己的金礦也可以活一段時間 那到了帝王時代的話 還是要打這個奇兵 那城堡時代也是可以打奇兵 這個瑪麗 本身也只有出馬這一條路會比較實際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橘色 那橘色的部分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也是偏後期的文明 但是他在前期呢 這個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化學了 那化學的部分的話 可以讓弓兵直接多一弓 所以如果對方 如果自己出弓兵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攝影對方的弓兵 那波西米亞的話 還是比較會希望他打到後期 畢竟他這個修道院 有這個宗教狂熱 可以增加村民的移動速度 可以讓自己的村民的移動速度 跟這個伯伯差不多 經濟自然就會好 所以我覺得偏向於打後期的部分比較好 欸這邊瑪麗居然用刺頭去偷對方的豬啊 哎呀這邊打的真的確實不錯 日本隊這邊有很大的機率可能要贏了嗎 居然直接開稿 好 好那達麥這邊 選擇的是馬來 那馬來的話 捕魚的魚 魚網是三倍魚網 最大特色可以打這個 強奴 而且他升時代速度很快 所以在單跳或是團戰的部分 有這種單TC 不開3TC 直接濃到帝龍時代的一個打法 因為升時代速度很快 所以直接上強奴化學 劇情投石機喔 這個打法是非常強勢的 那也是經濟沒有被騷擾到的情況下 順順打的話是可以這樣打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青色吧 青色是選擇立陶宛 立陶宛的話一定要撿生物喔 但這張地圖生物不太好撿 而且數量感覺也不是非常多 地圖上只有少量的生物而已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上方這邊 上方這邊 打樓皮圖 先來蓋漁港 但漁港蓋到一半的時候 對手就已經蓋好了 日本這邊漁船也有這個加成喔 捕魚速度最快就是日本了 日本直接拿下這個海域 達樓皮圖可能會出獅啊 哇 聰明直接被收掉 連這個刺猴也沒打死 這邊趕快回頭打一下 哎呀 幾乎來不及打死了 尷尬了 日本這邊 全部敗退喔 博文帝的刺猴也沒收掉波士的刺猴 這個刺猴還可以繼續探圖 這邊想要圍掉日本的碼頭 丹麥這邊的反應速度非常快速 直接開始圍著的起來 好 村民時間第一時間有開打的動作 這邊想要稍微阻止一下對手圍自己的碼頭 這邊好像可以敲這個腳腳耶 欸 可以耶 果然 哈哈哈哈 我聽到海豚在笑 好 這裡有海豚 好 這邊想要再圍村民 欸 圍得很快 哇 這邊還是不錯 有稍微圍住 但如果這邊要繼續圍的話 也要等到工兵出來 或這邊趕快出戰船 但如果要出戰船 要升到封建時代 所以第一時間 這個村民要怎麼繼續圍起來 也是個問題 好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好 那就沒問題了 那這隻村民應該是南逃再劫了 好 那下方這邊 欸 這邊下方也是在瘋狂開打 好 灰色馬來這邊 馬頭有蓋好 但橘色伯根蒂 不是伯根蒂 不是伯根蒂 這個波西米亞 也是有在除漁船 而且這邊 哇 這邊感覺波西米亞村民 只要扁死啦 哎呀 自己也損失兩村 那感覺上 日本對前期上 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感覺有點打輸前期的感覺 那我不確定 現在到底是對日本優勢 還是對丹麥優勢 感覺日本 不是日本 這邊日本隊的選擇 並不會太差 但是丹麥隊這邊選擇日本 我也覺得選得不錯 而且日本也可以打強弩 好 再來就去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波斯 波斯的話 我覺得是蠻關鍵的 波斯的話 這個漁船 碼頭的工作效率會提升 TC也是 而且到了城堡時 大概有這個駱駝可以打 也有遊俠可以打 再來是他這個免費工兵 也是蠻好用的 在團戰來說的話 不太會出 還是會直接打遊俠路線 比較實際一點 那丹麥優隊的一個選擇 感覺是更強勢一點 我覺得這一把的一個重點 是在波西米亞能不能到後期 再來就是達羅皮圖 相亡能不能出來 那還有這個馬力 彪漢精神能不能點出來 所以我覺得 日本隊這邊要打出優勢的話 也是帝王時代的時候 但是對手的帝王時代 也並不弱 而且對方的這個封建 城堡時代也蠻強的 不像達羅皮圖 或者是這個彪漢精神 然後精冠 地王時代才能點 所以我覺得很高的機率 丹麥A隊在城堡時代就可以滅了日本 是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畢竟這張圖是有點像套金套 中間的這個圖一定要搶下來 你猜有未來 那如果丹麥直接城堡打強軍事 那日本A隊這邊中間搶不下來 很可能就是會因為經濟的關係 直接投降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到底誰晉級了 我只有去逮這個RP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邊會做一個進擊的動作 這邊到封建時代火魔桶開始出 這一時間出的是這個馬來 馬來的火魔桶先出 不是因為這邊稍微慢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 要出來反制就好 這邊有細節 把這個魚船拉走 後方的火魔桶就會輸出 那現在血量上來說 是馬來這邊有點優勢帶 回到上方的站向 上方戰線這邊第一時間沒有出到火魔桶 火魔桶這邊升級稍微慢了一點 回船可能要先討難一下 還是有幾乎可以打回來的 但是這邊 哇日本直接三碼頭 鐵了心要把這個湖給拿下來 這邊戰船可能會一直出 不會停戰船 那這個經濟調配就很重要 我來看一下他經濟調配 這邊五個人挖金礦 日本人可能待會 要再去配一下金 要如果三碼頭 要不斷火魔桶 至少要配到七到八個人挖金 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木頭的話至少要到二十村左右 才可以穩定自己的農田數量 還有這個戰船的建造 會比較穩定一些 才會不斷戰艦 一直去攻擊對手 才能有效的拿下這片海域 我建議是可以在這邊下個箭塔 大概這個位置 貼太近的話可能會被對手燒 這個戰船的攻擊距離是可以燒到這個箭塔 火砲的距離是2.5 所以盡量要離這個大概四個距離 大概這裡 大概這裡 就可以輕鬆射到 那下方的一個海戰打法 目前是兩邊是互相角力 那目前 波西米亞這邊的戰船 雖然是多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漁船也是被犧牲掉了一些 只剩下一艘漁船而已了 那後方也是有這些村民在做修理 那這邊也可能要先燒村民 結果是直接去燒後方的戰船 那目前海戰部分 兩邊都打著水生活了 我們就來看他陸地 陸地上 哇靠這邊立陶宛直接大落馬 落馬暴 直接殺到了波西米亞家裡 波西米亞要控家裡 還要在控戰艦的部分 有點... 本身乏術啊 有點控不太過來了 後方這邊還有這個立陶宛 立陶宛直接殺的過來 紫色馬力中午過來幫忙 馬力過來幫忙 稍微抵抗一下 OKOK 日本海戰還在繼續打 感覺日本海戰應該是拿下來了 混沙混打 拿得下來也沒什麼問題 但這邊沒有空好 一直在白給 金礦部分補到了9個人 比我想像中補的還要更多一點 這個經濟瓢配單賣隊打得很不錯 這邊前期的細節已經有顧到了 後方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選擇了... 這邊是選擇了大概... 七個人挖進 七個人挖進的話 三碼頭應該也是沒問題 但是這邊是選擇了雙碼頭 結果有點打輸欸 這什麼情況 通常來說 他不應該是打輸的這個畫面才對 怪怪的 可能是盲在手正面 靠難怪啊 他沒有在專心打海亞雙攻兵 難怪我覺得怪怪怎麼海上會打輸 這不應該是打輸的畫面 因為他根本沒有想要打海 他是要來打陸地的 但實不知波斯伊米亞這邊 也慢慢轉出了攻兵路線了 OKOK 那這邊日本還有得打 即時要趕快轉出來 好那上方這邊達陸P圖 至於家裡經濟也被收到了騷擾 對方波斯的一個... 刺猴也是過來騷擾 那內加的部分不跟丟 稍微把對手逼了回去了一點 那這邊重要金礦區 還是要插個金塔比較好 那上方的海域部分 目前是由大陸P圖敗出了 那丹麥的A隊的日本 就拿下這片海域的優勢了 那目前看起來 日本隊是稍微弱後了 日本隊前期更是比較偏薄弱一些 前期沒有到非常的強勢的感覺 好那這邊紫色... 這邊瑪麗非常多的一個漏馬 這邊漏馬 趕快去後面繞一下 欸這邊這邊這邊很像 對對對趕快轉 哇這邊殺到這邊 第一時間馬來會看到嗎 如果沒看到的話 這一波可能會被日本隊打回去 這個優勢喔 這個就是有優勢就想送阿 好馬來這邊再專心再控戰線 戰艦這邊沒有控好 那就送掉 好這邊來救一下 好日本A隊這邊村民有點反操擾 打的蠻不錯的 那這一波波恩帝的肉馬 也是有殺到一些村民 日本這邊的村民也是被騷擾到 但是日本這邊海戰的優勢喔 依舊是不便的道理 好那那一家波斯帝也上到城堡時代 騎士開始出來了 那這邊出來之後趕快3TC開下 會比較好 欸他早就開好了 哇靠 果然喔波斯就是要這樣打 3TC開下去之後 我們待會兒會看喔 這個呆曼的村民術會非常誇張 這個波斯的村民術會非常的噁心 好那左邊這邊 目前下方打的也是水生火熱 後面雖然很多 而且日本這邊防守還不錯 波西米亞這邊直接用防守為死 那如果要進去進攻的話 需要去打別的地方 還需要繞一段路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這邊直接打出個動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下方的一個海域的部分 戰國感覺是日本這邊拿下了優勢的 好像沒有欸 哇這邊居然又被馬雷打回去了 剛剛還是波西米亞有優勢了 好這邊這邊防止打破之後 後方有大量的馬力 肉馬在後方 還是第一時間回打這邊利桃園的肉馬 雙方我們也在互射 感覺上兩邊都是很慘 那感覺日本這邊有點要撤退 這邊村民拉的有點多 這邊只用村民直接圍死這個洞 但是這邊要犧牲三隻村民直接被射死 哇尷尬 日本這邊村民又被反超了回去 丹曼A隊 藉著波斯的3TC開弄的淫威 工作效率極好 日本A隊這邊有點被打成虧不成軍 沒有什麼太多單位可以在家裡做防守 伺候一直無情輸出 而且這台是輕奇一兵 攻擊是7攻的 好那目前看起來 日本A隊目前下風了 上方魚串也被打輸 上方 下方的部分也輸了 上下都輸的狀況 目前丹曼A隊拿到三個虎的優勢 目前波羅斯這邊3T運轉 經濟分數很高 而且軍事也不錯 軍事爆出來的騎士也是很穩定 那下方這邊已經 潰到一個不行 攻兵已經被壓在家裡無法出了 這邊直接被封鎖 如果在補射這場的話 經濟也不會好到那裡去 感覺波西米亞斯直接被秒殺了 那一家的瑪莉 讓了一些騎士 多方攻兵 但是立陶宛的騎士數量是蠻多的 而且還是3T運轉 感覺上我覺得是穩了 穩了穩了 阿妹隊應該死那就穩了 這個日本怎麼擋 這個根本擋不住啊 這個不是我要湊日本 是日本真的沒什麼太大機會 這個已經死了三家了 應該算兩家了 這個兩家 日本的外面兩家已經死透了 這個達魯皮圖海戰書 然後下方波西米亞的海戰野書 那一家的部分 丹麥兩家也沒說到什麼事情 而且波斯運轉速度非常快速 早早就開下 所以經濟只會越來越好 不會越來越差 那目前果然村民樹最多的是波斯 村民樹來到吧山村 現在日本A隊的話 這邊村民樹其實有點差 又有12村跟73村 那我沒想到博恩帝 竟然村民樹會這麼少 是因為有點被騷擾到的關係嗎 我不太確定 這邊感覺不應該是這個劇本 應該博恩帝應該是要經濟非常好才對 好 那目前丹麥A隊 開始慢慢轉出了一些科技 那個馬功 馬功的部分也有出這個品種 來加強一下這個科技的一個弱點 好 那目前日本A隊如果現在又反勝的話 要繼續搞老帝龍死掉 那最好是這邊WP圖 不是WP圖 WP圖跟波西廟 這兩國要趕快去挖石頭 然後單TC插城堡 然後樹帝王 差有機會打 這邊再開TC再跟對方農的話 絕對是農不贏 捏金落後人家 然後不給對手重創 那基本上是沒機會 那這時候再開農的話 絕對是非常落後的 村民術已經落後大約60村了 但是這時候有一定會說 阿你不農也不行阿 你都已經輸 阿對阿你不農也一定輸 這個你講的也沒錯阿 但是你農的話也更不可能會贏阿 除非對方是傻B 讓你傻傻的讓你農上去 但是不可能阿 阿曼是A隊 如果是H隊D隊的話 還有可能 你農我農 大家一起農 的情況下也是會有的 但是A隊的情況下來說 兩分都是互相傷害的 風狂騷擾對方經濟 就像這個畫面一樣 所以不太可能會有 讓對手農到城堡時代 單TC這樣子 這邊直接開始射 WT2這邊 攻兵數量其實不多 很少 這邊經濟太慘了 但是這邊博恩地基金是不錯的 重裝騎士給的壓力也是足夠強 但是下方真的是太慘 波西米亞這邊點到城堡時代 時間已經偏晚了 快要30分鐘才上到城堡時代 那如果在這邊再繼續深入後方的瑪麗 可能會很慘 那瑪麗要到帝王時代才有絕對性的優勢 那個飆和青神 要趕快點下 才有可能一打二 那目前瑪麗這邊要點帝王還有一段路走 那可能要到35分之後才有機會 那目前瑪麗在外面開了一座TC 那對手丹曼也是這邊要慢慢轉出來 那這邊波斯的一個優勢來了 出駱駝又可以出騎士喔 騎士來打這個弓兵 弓兵第一時間去把駱駝解決掉 駱駝的話來打這種騎士效果還是不錯的 後方日本出馬弓 也是穩穩的把對手給收光 那日本隊這邊想要邊打邊龍的夢想 應該也是被化解了 應該沒有什麼太多希望可以讓日本翻盤了 我覺得有點涼涼了 村民村已經快要差距100村囉 27對上348 太慘了 日本這邊太慘了 好 上到帝王時代的波斯 準備來顯示這個三級坊 還有這個遊俠的升級 那這邊波斯更厲害的地方 可以升級重裝騎士跟重裝落土的升級 兩種騎兵直接升上去也是問題不大的 重裝騎士點下了 好 這邊稍微出一些戰團想要來騷擾 但是這邊日本還是有這個海上戰艦 這邊騷擾並不是太大的一個明顯 哇 日本這邊打出了GG 哇 村民村直接插了快要100村 大概只插6成就100村了 日本這邊是完全被經濟打擊 直接送掉了 但我沒想到在四湖 類似四湖的這張桌來說 居然打輸了耶 這張圖其實是蠻硬的 我覺得蠻意外的是 他們居然在外架的時候這邊打輸 但我覺得這也不是一般阿拉伯的地圖 原來一般阿拉伯的地圖 是不需要去蓋這個海域的 阿拉伯的話是沒有海可以打的 我覺得應該是日本隊 對於打海的經驗可能不夠多 畢竟他們整天都在打阿拉伯 不像台灣隊喔 還會打海 打遊牧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可能是日本隊 需要加強的一個重點 海上部分的騷擾跟進攻的方式 然後轉兵跟出兵的timing點 都是一個學問 Cd我就是這麼的複雜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狀況 我們先給丹麥隊3分的一個 終結2比3結束的這場比賽 這邊經濟狀況波勢果然是最高分 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重推波勢的關係 團戰來說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存在 不管是對手出什麼兵 你都可以有效的反制 可以出這個駱駝啊 騎士 內加來說的話 彈性就比較高一點 3T系統起來也不會輸對手 這就是非常強勢的一點 好 那感覺這一場的總結 我覺得只是單純的日本隊 對於海圖的部分 比較沒有那麼深刻的理解吧 雖然他們在團隊島嶼獲得了勝利 大概像這種海圖 像這種四湖圖 要邊打邊捕魚雷圖 沒辦法全力爆戰劍 還要邊打陸地上的情況下 他們可能會有點顧不太過來的感覺 畢竟他們也是習慣打阿拉伯的 可能專注做一件事情他們做得到 但是要這樣子打陸打海 還是有點困難一點 我也覺得很困難 我自己也覺得打阿拉伯 我是一個阿拉伯玩家 打到這個有海圖我也覺得很痛苦 所以這也是不難理解 他們的一個15點 會這麼為一直頻繁發生的一個問題 好啦 那這一次的比賽 就以日本2比3 輸給了丹麥隊 那我們也恭喜丹麥A隊 晉級到了這個主賽事裡面了 感覺丹麥A隊也可以打出不錯的成績 目前我心目中強國的國家 我現在也踩步了4場吧 台灣B隊 目前我心目中最強的是丹麥A隊 是最強 再來就是台灣A隊 沒有 中國A隊 中國A隊是最強 這也是丹麥A隊 再來是台灣A隊 再來就是台灣B隊 目前這是我撥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台灣B隊 確實有點小小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再過一兩年 他們經過這一次的洗禮 台灣B隊可能就會有如此的進步 那丹麥A隊這邊實力 我覺得有點太低估他們了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蠻強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遇到日本隊的關係 才有可能打成這樣子 那我覺得丹麥A隊跟中國A隊打起來 那可能就不好說了 可能丹麥A隊就沒辦法 贏得這麼輕鬆也說不定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記得按讚支持 或者你可以使用超級感謝 來繼續支持我們國家倍的比賽轉播 好啦 我是雷歐 大家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